古代士兵打仗时,如何解决生理问题,勾剑想了一招,后人沿用千年,提起岳王勾剑,相信大多数人想到的,应该大多是卧心尝胆,这样忍辱负重的形象,其次就是那把国宝及文物勾剑剑,除此之外,似乎并没有太多关于他的故事和典故,其实除了以上这两项,岳王勾剑还有一项卓越的贡献,并且被后世沿用千年之久,这项贡献便是解决了士兵们的生理需求,欢迎收看剧谈史。 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,吴国和越国算得上是世仇,两国打来打去。 一直没能化干戈为玉伯,公元前496年,岳王允长去世,勾剑成为了继任的岳王,新王老王交接时,最容易出问题,吴王和驴便趁此机会大举出兵攻打岳国,面对这种情况,勾剑很是着急,他不能眼瞅着,岳国在他手上还没有武热变消亡, 直此之际,他向全国发出了总动员,并在国人中挑选出了一支赶死队,这支赶死队的任务并不是去刺杀吴王和驴,而是去慷慨赴死,他们排成三排,直接走到了吴军阵前,然后高喊着口号,引颈自吻,吴国士兵哪见过这种阵势。 本以为是场恶战,结果却看上了大型表演剧,于是纷纷出神,任由岳国赶死队表演,这时候,勾剑急忙派兵偷袭吴军,吴军应接不暇,溃不成军,和吕也身受重伤,临终前,他告诉儿子,夫差一定要为自己报仇,夫差继位之后,日夜莫马立兵,勾剑听说之后,决定先下守围墙,结果被夫差的精锐部队打得一败涂地, 勾剑为了自保,只好卑躬屈膝地求和,在夫差面前使劲装孙子,这一桩就是两年,期间将夫差伺候的别体有多舒适了,夫差觉得勾剑是个明白人。 便在宁臣薄皮的谗言下,将勾剑赦免回了国,勾剑要血耻,但是他却深知吴国国力强大,为了能够打败夫差,勾剑采用了一系列的办法,当然也包括最大限度地提高士兵的战斗力, 在古时,大多数从军的士兵都正值壮年,在如此热血的年纪,难免会有冲动,处理不好,容易人心浮动,引发动乱,所以如何解决士兵们的生理需求,便是一个棘手的问题,针对这个问题,勾剑开创性地使用了营迹,使得勾剑俘获了将士们的忠心,一举攻下吴国,勾剑也得以报仇血恨。 胜利需求是人的天性,几乎无可避免,而且在古代,一场战争往往会持续很长的时间,少则几月多达数年,再加上战场上的环境十分凶险恶劣, 士兵们的生活条件是相当艰苦的,在这种环境下作战,如果不给将士们一些精神慰藉,很容易导致他们精神压力巨大。 甚至发生兵变,在这种背景下,营迹便产生了,不过营迹真正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,还要等到汉武帝时期,营迹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越国,他的开创者便是越王勾剑,勾剑曾经沦为吴王夫差的阶下囚,回到越国后,勾剑计划乏无报仇,为了激励将士,勾剑颁布了多条措施,营迹便是其中之一。 当然,勾剑不可能随便选择一些女性就送到军营中,他选择的全部都是寡妇,史料记载,勾剑将伐吴,图寡妇至独山上,意思就是说勾剑在伐吴之前。 将一群寡妇送到了军队驻扎的地方以慰问将士,营迹的出现,使得越国军队一举解决了将士们的生理需求问题。 这些被选为营迹的寡妇在进入军营后会被集中安置,并且会分担一些后勤事务,可能有人担心营迹会存在道德上的问题,其实这是在用现在的视角去评判以前的行为。 在古代一位平民女性成为寡妇后,她的后半生往往会是非常凄惨的,不仅会悲伤,客服不说,改嫁更是难于登天,所以民间的很多寡妇大都师不果妇,艰难为生。 而他们也有生理需求,此时营迹的益处就体现了出来,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,对于这些寡妇而言,军营算是一个去处,而且选用寡妇作为营迹,也可以避免将士出现强抢民女的现象,使得众多的平民女性得到了保障,勾建建立营迹后,这项措施在越国军队中起到了明显的效果,将士们的生理需求得到了解决, 一些后勤事项也由营迹分担,使得他们的精神压力得以舒缓,进而坚定了对勾建的忠心。 在随后的伐无战争中,越军将士奋勇杀敌,成功攻破吴国,夫差被迫自尽,勾建得以报仇血恨,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,勾建灭掉了吴国之后,也奠定了他的霸主地位, 他一起风发,历经图治,开启了越国的新篇章,而在勾建去世之后,越国也转胜为衰,最终消散在战国的燕云中,此后营迹便被一直沿用下来,到了汉武帝时期, 因为刘彻生性好战,连年对匈奴征战,再加上征讨匈奴需要远赴边疆,为此汉武帝将勾建创立的营迹加以改进,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, 并将他称为足妻制,此后一直沿用,相比于勾建创立的营迹,足妻制在多方面都有变化, 比如被选为营迹的不再全是寡妇,还包括一些罪犯和俘虏的妻女,需要区分的是,这里的罪犯指的是犯了死罪的,比如意图谋反等, 而非一些小罪名,否则这项制度就是妥妥的暴政了,这些女性进入军营后, 不仅要负责解决将士们的生理需求,还需要分担后勤事务,一些有才艺的女性还需要慰问演出, 总之,她们在军营中的生活也是相当艰苦的,汉武帝在位时国家强盛,思想进步, 这种惨绝人寰的军纪制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良,但是也仅仅是在皮毛上做了手脚,本质还是没有变化, 汉武帝下令禁止抓寡妇送到军营,因为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朝廷的统治, 百姓对这种做法嗤嗤以鼻,并且强力反对朝堂之上的文武百官对此等行为也是众说纷纭。 汉武帝迫于各方压力才对此制度进行改良,汉武帝的做法是将犯错之人的家属, 而女下放到军队来代替寡妇,这犯错之人并不是犯了偷窃、抢劫之类的小罪, 而是犯了欺军网上企图造反之大罪的人,这类罪名能够诸连九族, 汉武帝把灭族之罪改成了流放军队之行,这一举措让朝堂上下十分支持, 这样不仅制裁了欺军网上的罪人,同时还满足了军队士兵的需要, 更是给那些想要造反的人吃了定心丸,可谓一举三得,但是这种做法还是有弊端的。 因为造反的人少了,所以往军队流放的女人就少了, 到了汉武帝后期,由于军营之中罪人子女变少, 士兵的生理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,于是汉武帝又想了个办法, 就是直接在军营之中设立类似于青楼的机构, 只要是士兵能在战场上立功,便可到军营中的机构中来发泄自己, 这也使得士兵战斗力得到提升,但是西汉末年的一次战役, 让汉武帝改变的这个想法,西汉末年匈奴军队入侵, 汉军奋力抵抗,但是还是被匈奴人击败, 打得西汉军队溃不成军。 输得一塌糊涂,当时的西汉将领李玲认为, 就是因为这种制度让士兵心不在焉,才导致战败, 也不难理解军营中有这种制度,长期如此, 会让士兵们过于沉迷于女色,对日常训练不上心, 进而打败仗,到了明朝朱元璋时期, 他也在军队中沿用此制度,名为寡妇营, 里面的女子都是从战败国抢夺去的女子。 汉武帝之后,这项制度被历朝历代沿用, 史料中也有许多关于营记的记载, 比如夏侯敦就因征讨孙权有功, 而被曹操赐予营记,用以慰问将士。 南北朝时期的齐飞帝也曾名多位女性至营中饮宴, 这些女性被选择进入军营,虽然出发点是好的, 但是他们最后的结局往往都十分凄惨, 如果军队打了败仗,那么毫无疑问, 这些营记都会面临被杀的局面, 幸运的话可以免遭杀戮, 而是被敌方俘虏,继续作为营记存在, 但这真的是幸运吗? 即使是打了胜仗, 他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, 因为战争结束后, 他们就失去了唯一的作用, 下场不言而喻最重要的一点, 一些寡妇被选入军营服务, 在当时的背景下, 无疑是践踏了他们的尊严, 他们在军中几乎毫无地位可言, 特别是到了宋元时期, 营记的地位变得愈发低贱, 他们的生活也更加悲惨, 所以朱元璋建立明朝后, 深感这项制度存在的弊端, 这些女性为国家牺牲了自己, 却没有任何回报可言, 便下令废除足期制度, 从勾建建立营记开始, 到朱元璋废除制度为止。 这项制度总共沿用了一千八百余年, 在这漫长的历史中, 不知有多少女性牺牲了自己, 她们大都没有名字, 没有留下一丝痕迹, 也没有人能记得她们, 都说华夏民族上下五千年, 风流人物无数, 但又有谁知道, 在表面的璀璨之下, 有着众多的百姓, 在默默奉献牺牲着自己, 营记这个群体, 就是其中之一, 好在历史已经过去, 这项制度也早已废除,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记得他们的存在, 不能因为顶端的建树而忽视了底层的牺牲。